好 农烈春节就快要到了 民众除了打扫家里之外 很多人也会换上新的春联除旧不新嘛 但您知道今年最夯的春联是什么吗 在南投竹山有一间庙的广场前面 举办了一个写春联的活动 结果有这个书法家呢 就把这个疫情的宣导来做文章 写下了这个上下对联还有横批 都跟疫情有关非常的趣味 也成了现场最受欢迎的春联 南投竹山这间庙前广场 举办写春联活动 书法家大笔一挥 写的竟然不是牛年相关的吉祥话 上连市通报疫调防范森林涂炭 下连隔离检疫保护锦绣 河山横批口罩戴好戴满 完全对应到现在大家最在乎的 肺炎疫情 然后在营业场所 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宣导 很符合时事的群牛 当然一定要把它带回去啊 防疫春联摊开挂起来 引人注目 创作的书法家说 疫情持续一年多了 大家心里确实很闷 写防疫春联书法 心情还能宣导防疫 台中也有书法家 写陈时中春联 用变形字体 结合陈时中和这位先生 在农历春节期间特别吸睛 华市新闻 熊木兰林品兴台中报道